《八明報》 指投資者扣68億俄國債 2015年7月10日中國A20俄羅斯財政部長西盧安諾夫 Anton Silouanov 作在出席金磚五國會議期間透露 中國投資者已購買超過500億努報 的俄羅斯聯邦政府債券 他説中國投資者購買這個數額的債權後 將明白是有收益或可靠的投資 並會增加在俄羅斯經濟中的投資 分析指出,這筆投資證明 俄羅斯即使面對西方制裁和勞布波動有所貶值 但仍對部分海外投資者有吸引力 路透社